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组织人张少高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各位请坐 热烈的掌声送给十二位 欢迎你们 选择快乐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第一位 我这个人吧 总相信自己有希望 什么时候都不会说是特别消沉 然后比较容易的就燃起了这个希望之火 以我现在的经历 我说我得三到五年的时间 我不管去了哪一个行业 首先我要在这个行业非常成熟 然后五年以后可能会有机会和大家去分享这些东西 然后做到管理层 姚杜庄24岁 河北人 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大专 大家好 我叫姚素双 来自河北张家口市 今年24岁 毕业于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 大专学历 市场营销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希望找到一份销售或者是与销售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欢迎素双 销售或者和销售相关的工作 是 毕业是哪年 毕业是10年的6月份 所以做销售已经做两年了 两年多了 一直在做销售 销售什么呢 目前最近这份工作是做西装 团装业务 主要是负责大客户的销售 怎么想到来这找工作了 想是挑战我自己 首先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一定要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 就是挺无闯劲的一个女孩 所以我就想上来了 我们老实说了 在销售岗位上 一定要趁我们的年轻青春 在销售岗位上撒一腔热血 就是这个销售的什么 因为女孩子 很多女孩子来这找工作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做销售 这个和性格有关 我大学专业学了就市场营销 我觉得我性格很适合干销售 我就觉得我把 就是适合的东西卖给需要的人群 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 你看 58同城 他们销售的是58的服务 在你的范围之内吗 这个就是不在 因为我在百度大五 就是偏网络的可能不是很考虑 就是想销售实务 对 想销售实务 有事 那这样的呢 像陪生集团 教育 这在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个就是说 就是教育行业我也了解 所以说做这个课程顾问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但是说实话 我英语不大好 我四级还没考过 现在到大家提问的时间了 严谨一概一总结 素双 毕业之后就做销售 现在我们终于在这个平台上来了一个女孩子 发自内心的想干销售 来各位提问 你平常的销售 一般的销售技巧是什么 就你 你认为自己的销售技巧是什么 好嘞 我说一下就是我个人总结了我这个优势吧 在干销售上 首先从性格上 就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比较开朗 比较大方 比较自信 首先我不出客户 而且就是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都还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说从人际关系上 我的沟通能力包括亲和力 大家相信老板也有目共睹 还可以 就是跟什么样的人吧 我会灵活多变 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怕吃苦 怎么说呢 只要我认定这件事 我一定会想办法就是打造 而且就是说脑子比较灵 我可能会想很多处境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没有经典案例 有有有 先给介绍一个就比较近期的 就是我们因为做服装行业 就是大型的项目都是需要招标的 我一直在跟的一个 跟的一个项目是 就是中国移动的一个服装招标 他们是08年的时候进行过统一采购以后 然后一直就是很平淡了 就没有消息了 所以我得想办法知道经办人是谁吗 我采取的什么棒 就是说他中国移动像这种 就大型的这种集团 你如果想进去 你不认识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你是肯定进不去的 他必须要求你 就是什么信息都有才能上去 我就在旁边守着 一个是我想到的一点 就是送快递的 送快递他过去 你比如说顺丰什么 他肯定有联系电话 有部门 有人名 我在那等 我就想只要我能找到一个采购招标部的人 我肯定就有可能 我会找到这个专门负责的这个人 然后当时等了也是 等了很久 快递送了很多 没有一个是这个部门的 不是那么多送快递的 他们都愿意把那包我给你看一眼 不会让他给我看 因为我都在前台旁边站着 他会把快递就直接放在上面 都往那摊 他以为你也是中国移动的一个前台 站立是服务的前台 前台他会站在里面 我都在旁边守着 然后你看这条路行不通 我又想别的 因为有很多人 比如说拿一些东西 就是部门送的一些东西 或者其他人送的东西 然后这些人就是内部员工会下来 带着工作牌下来 然后我就想了 我这样也守着 等他们下的时候 我研究一下这个工作牌 看有没有部门 或者是不是人民什么的 我也等 或者是有人拿东西 比如说他拿的东西很多 我会去帮忙 结果 也不行 最后 最后 我那天就是假正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等到这个人 然后我就不走 我当时从上午10点 一直等到下午2点 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一直在前台那待着 要不就跟前台小姑娘聊天 要不就观察这帮人 正好那天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正好是就有一个 这个采购招标部的一个经办人 他的母亲过来给他送饭 就跟那个前台说 我告诉你 我儿子叫什么什么 哪个部门名字 电话是多少 我当时一记就把电话抽下来 因为就是采购招标部部的 我其实已经有了手机号了 第一点 首先就是说 最直接放好 我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 但是我没有选择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 你选择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挺唐突的 最后 我想的是我等 等他下来拿东西 对 然后等到中午 我下来拿东西 前台很多人 他下来的时候 我没想到什么 他说 我今天有事 我不在这吃 先把东西放进来 我先出去 我当时又怎么想呢 我这时候也可以直接上去 但是我还是没有 因为我想的是 中午这个休息时间很短暂 就一个小时 他可能有急事呢 我现在直接上去 也是印象不好 而且就是没有预约 这样也不够专业 就是 而且代表我公司的形象嘛 所以我想我还等 因为他迟早要回来 他得上班嘛 然后我又在那等 他等到一点多 两点的时候 他上班的时候 他终于回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我是哪个企业的 就是干什么的 服装项目 我跟他介绍一下 那饭呢 那饭他拿着了 到时候就拿回去 反正就是他没吃 那饭 他不是得从那块 前台再拿饭 那你为什么不跟前台姑娘 把那饭要来 你拿着 等他一回来 你就递给他说 你妈送的饭 我等了你 三个半小时 为什么不用这方法 要我我就会 你妈说 我肯定不用这种方法 这个其实恰恰提醒了 他是苦力式销售 苏商要通过这个故事 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当他想要做成一个 什么事情的时候 大家听他说的这个戏 当他想要做成一个事 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所有的 你甭说是苦力式 还是那个接手式 反正人就会把人的 能想到的 踏踏实实一步步 都执行下去 对吧 来 这点我非常欣赏你小姚 我对你真的是眼前一亮 我特别特别喜欢你 我特别喜欢你那种冲劲 因为这个让我想想看 只有一个问题 你喜欢出差吗 我还挺喜欢出差的 跟你说 因为就我们这个公司 全国各地去招标 我这个成都了 郑州了 拿着去 就你看 要是看你俩的架势 如果我们男的都撤 你们两个女的能聊一下午 你看 我夸一下素双 因为马上就到了大家 给他第一轮表态的时候 素双身上有那么古劲 江湖人 就是老百姓 叫自来熟 对 你像刚才胡杰一说 你喜欢出差吗 你不要小看一个那个动作 他这就特熟了的人 就是他这个动作本身 你看你怎么问到这个 心卡你了 他是有自来熟的这个特点 来来来 12位 做出你们的初步判断 素双 聊天好 自来熟 就像干教授 去或者留 选择 刘亮离开了 赵东离开了 谢谢 刘亮离开 你理解一下 刘亮恨一切不打游戏的 你听说不打游戏 离开了 必须要对路 十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 素双 我问你个问题行吗 我想问一下 你在这个服装公司 大概两年时间 你卖了多少营业额 然后你是几个案子 卖了多少 然后通常他给的你任务是多少 刚才就不敢 我刚才就不敢问 小燕这问题 说那么热闹 中国移动 卖过中国移动 我其实特想知道 你那个中国移动 就是最后就以认识这个人 作为结果呀 还是说你打进去了 我只是联系到这个人 因为这个项目启动 很长时间 我从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进到现在 现在只有四川省在招标了 我们公司也参加了 集团总部到现在 确实都没有 那你这两年 大概卖了多少钱 北京三公司这边 给我们定的销售业绩是一百万 但是说实话 就是说我个人 就完全凭我自己的能力 就是没有任何人 达成的业绩很少 也就不到一万 是一个就是小客户 就是说你两年就卖 今年就卖这一万 你认为问题是在你个人 还是在市场行情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再跟你解释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我手里 有维护的大客户 我们就是北京业务部 可能就是说维护这方面 更占主要 因为我们大客户 可能都是合作了很多年了 非常占精力 就是说这衣服 除了这衣服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去给砸裤脚什么的 所有的事都是我干 下单排计划 生产到粮体 发货 维修 售后服务 所有的都是我干 所以很占精力 所以它有点像 它有点不像是直接的销售 它有点像客户 维护那种型 来 黄卫 对我刚才想问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举一个例子 还不错 但那个例子呢 只是证明了 你在陌生败法方面 你能够从这个建立人际关系 最初始的建立关系方面 你比较擅长 但真正销售的话 要挖掘客户的需求 所以我需要知道 就是说你在挖掘客户需求 满足客户需求方面 刚才主要说的是找客户 用了很多的方法 是吧 就是 然后现在呢 让你再举一个例子说 我还能挖掘客户的体验 或者说 甚至于我培养客户的体验 我觉得这样 我提高一下难度 因为在这个节目里发现 双刚老师从来没有穿过西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身材啊 穿西装 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他习惯穿一马甲 这时候你来卖 把你的西装卖给他 对 我就发现我最近老穿马甲 然后背后真实的原因呢 可能我觉得穿了西装 我显胖 在这会儿呢 你要卖我西装 这会儿我先差一点 首先 我双刚老师 我来的时候给您准备一个礼物 叫我男朋友呢 你还有男朋友呢 对 这还活跃着一个小伙子 然后这个因为 我现在对他比较感兴趣 你希望他去哪家 这商量过 商量过 确实商量过 商量过 最好的 行 有我的期许 行 好 有点悬念 拆东西吧 对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一条领带 你看 小刚老师各种色系的 好像都戴过这个 我还真没有戴过这个 对 所以您看 我这领带都送给您了 这是西装 但是必须要搭着的 这一手签 这就叫拿人这样 手短 吃人这样 嘴软 太好了 谢谢 西装买定了 来吧 十位去或者留 选择 医院离开 留下来了 八家企业 再次证明 我们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这个平台真的不看重学历 大专 但是我们看重的是在上学的时候的态度 所以如果您上了大专还一夜了 我们会反复的问为什么一夜 因为它带出来的是一个学习的方法 以及你对你 无所谓上的是好大学还是一般的大学 但是你是用什么态度在上 这很重要 我们不是在强调学历 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态度 来 听一听 摆后 职位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娘业务的这个销售顾问 来 车序网 是这样子 车序网成立在2010年 然后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在行业还算是 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 职位是全国经销商品牌销售部的销售主管 福冬集团 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我们福冬集团 福冬集团做CD产品 移动电源的一个销售 来 伊丽诺伊 素双我就给你提供的是这个销售顾问 大客户的销售顾问 来 华卫 就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北方区区 就是说我们这个考试中心的客服专员 好的 来 五八同城 五八给你提供岗位是招聘产品线的大客户顾问 来 新航道 新航道给你提供的是客户顾问 来 今天我们来的新嘉宾 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呢 是北区的专门销售我们学校课程的这样一个销售代表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六盏灯 再见黄威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 非常好 来 非常好 谢谢你 少灭了一盏 稍等慢点 不好意思 再见 加油 刘家勇非常可笑 被 误留下来之后 都已经开始和旁边的石小燕小姐认真地讨论起来 你看这个 一会咱们呀 怎么怎么 是一不小心 留错了 刚才你们白讨论了 留下来的两家 伊利诺伊和 Hotel 谈钱不上感觉 这是石总 这是胡总 那我给你的这个薪资是三千五加提成 胡总 OK 小姚 我们这边呢 实际上工资的话呢 也是工资加提成 基本上是三千块钱的工资 刚开始 但是我们会有六个月的试用期 因为我需要 六个月啊 对 有六个月的试用期 这么说吧 因为我们是一家法资企业 如果基本上 如果说六个月过去的话 基本上是无期限的 那年呢 设置多少时间的试用期 对 多少的试用期 实际上是对 稍微 我们现在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稍微普及啊 然后说一个月的试用期 那么签合同就可以是一年 一年呢 两个月试用期两年 你如果给人三个月的试用期 那么就要大于等于三年 三年 对 而如果是六个月的试用期 根据我们国家现在劳动法的规定 这合同一签 可就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只要人家愿意待 人家不走 人家就走不了了 所以自己在心里面多盘算 谢谢你的礼物 非常感谢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伊利诺伊 还是 我跳球店管理 还是谢谢 再见 我选择伊利诺伊 硬性成功的五十年 获得单身器官提供的试密码 允许故书里和一辈 硬性成功者 要机会获得由中国邦孟志兰提供的 执掌新生涯 梦想助理基金 意料之中还意料之外呢 说实话 自信点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的 对 宋领带这事是你俩 谁做主 商量自在的 这个是我 就是昨天突然有一定灵感 因为之前我看过的前几期 少刚老师正好刚过完生日 我本身非常喜欢他 然后所以就想着 而且我就做服装的嘛 领带 我也经常看他换 他没有 确实没有戴过这个 就色系的 所以就准备了 没想到正好 问那个销售幸福 直接就赢这样一解了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职快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特约 雇佣单位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在上面报名 参加我们的节目 本栏目由补水专家水密码 赞助播出 补水就是水密码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前程无忧的首页 或者下载前程无忧的手机客户端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中国酒魂粉酒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非你莫属的官方网站 已经正式上线 上面有很多独家的精彩视频 希望您能够分享 应聘成功者将获得 由中国梦梦之兰提供的 职场新生涯的梦想助力基金 中国梦梦之兰 祝福每一位求职者的明天 海阔天空 我们推出了有意思的一个互动方式 如果想试一试 可以登陆m.coovin.com 或者发短信 非你莫属到9513186下载 酷云TV客户端免费互动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下一位 我真正最大最大的梦想 是当国际上的插画大师 但是我更大的希望 就是我能通过我的创新和想法 我能逐渐地创作出 各种的一种新潮流的出现 无论是各种产品上的 还是品牌上的 我希望我能为公司 创作出很多新的东西来 金玉22岁 北京工商大学展示与环境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金玉 北京工商大学 今年21岁 大学本科 我写的专业是展示与环境 但我个人不太喜欢我的专业 所以我更偏向于平面设计 至于我工作呢 我更喜欢平面设计 是插图设计 广告设计 还有书籍设计 之所以选择插图 因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做过好多的插图的设计 自己做过很多的插图的尝试 还有很多实验性的作品 还有作品获得过国际的大奖 我个人之所以会选择书籍设计 是因为我喜欢画 喜欢写小说 写过诗歌 写过一些哲学性的散文 自己把哲学性的散文 还做过一个小的书籍 是一个小学传措 我个人喜欢广告设计 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广告 也喜欢看广告 我个人感觉广告是一种 非常有趣挑战性的艺术 它不仅需要一针见血的 去了解这个产品 需要表达的主题 根据这个主题 还可以做更多的形式上的变化 是一个很挑战人思维的 我真是爱动脑子 喜欢挑战思维 谢谢 帅哥老师您好 我以为我不是 我以为您前面说会了 太激动了 想说的太多了 其实学的叫展示环境专业 但是刚才已经开诚不公 告诉大家说你不喜欢那个专业 更偏向于平面设计 对 插图设计 是吧 还有很多的作品 有没有过工作的经历 就是我现在在演艺实习 就是到每边做杂志 演艺是个什么 演艺周刊 演艺周刊 八卦杂志 八卦杂志 演艺周刊 我看过 我们是做头条 我也看过 哇 你在那么 八卦的杂志工作 我问一下 我很好奇 那些杂志的消息 都是哪来的 这是商业经历不能说的 哦 真的吗 就他们是有大量的那个投拍记者 我们是有信息来源的 哦 这个我还真了解一下 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那个 没有沐言不知道的 经纪人 就是以后沐言 你应该站在那个求职者旁边 然后做着求职者辅导 当求职者拔不上来的时候 因为我都知道 你自己在公司管市场嘛 管营销我知道 大部分都是他们演员自己的公司 沐言我告诉你 自己做的 我非常理解沐言 能知道这些八卦的事情 因为沐言天生就是一个八卦的人 他沐言在中小学期前 你一定无数次被你们班的男同学打死 因为他就是班里面那种特别考验的同学 老师刚说一句 然后他就有同学 马上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还真的是一个打架方面的一个奇葩 我现在这个岁数了 我从小到现在没打过一次架 是 你老是被打吗 不是 别人也不找我打 我也不打别人 回去吧 好吧 沐言 不说话 你如果再逼我呢 我就会跟你说那两个字不好听 叫闭嘴 是吧 不好听 所以不说话 我好好劝你 不说话 真的死不了 真的 好吧 祝您幸福 2013年7月份毕业 你在这块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杂志 快两个月的吧 快两个月了 那为什么不想再干了呢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就是说比较喜欢动脑子 比较喜欢搞创业 喜欢那种挑战性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杂志就是按部就班 然后没有更多让我能发挥的空间 虽然他对我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我 那你今天要找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想找一个就是创意性很高的 最好是广告方面的 就是插图设计的话 我当然更好 要是游戏原画的话 我就得乐得疯了 游戏原画 我一直都特别想从事这个 是什么玩儿 对不起啊 就是是个什么 游戏原画就是 比如说你玩游戏吧 那些人物要做设计吧 设计那些人物 场景怪兽和NPC的 就是游戏原画师 你玩游戏吗 我不玩游戏 那你不玩游戏 你怎么能够做游戏原画呢 因为我非常欣赏游戏原画 我不玩游戏 但我喜欢看别人玩游戏 我们先来看一下 金玉同学画的各种小人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插画尝试 当时是想把几种风格融挥在一块 一是我是在学校学过白苗 对白苗就是特别有感情 然后这种就是那个想法呢 是以前看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所以我想把这个形式 弗洛伊德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形式 和中国的白苗做一个常识 它的结合 好 来再看 这是我做的RX 小布头奇遇记 特别老的一部 稍等 因为小布头奇遇记 我很喜欢 看了很少 就看了一点 你给人做插图就看一点啊 因为他要求我看的就是这些 就是我做的那几个故事 然后别都没给我看 你如果要做那本书的插画 那我认为把那本书读完 是一个基础 我个人认为 如果还没读完呢 就是看到哪就开始插 就开始画 是不是有断章取义之嫌疑呢 你是特别喜欢吗 当然这是影响我童年的书嘛 所以以小布头奇遇记来说 我认为你的这个版本 还没有70年代 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那个版本 画的那么好看 这就是70或者90 这是真话 真的我看过他那个版本 画的非常好 做的真的是很好 对 我是一个学生 我不是一个大师 所以我相信 我肯定会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今后不保证 我不是一个大师 稍等稍等 金玉啊 我知道 我知道艺术工作者 都天马行空的 他自己在淘费 我知道艺术工作者都天马行空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纯天马行空 我就是做艺术 我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创作者 没关系 你怎么行空都没问题 但是今天咱不是找工作吗 对吧 对 是吧 所以找工作 咱们说任何话 做任何事呢 还是多多少少 有点根基 好不好 好 好 来 再看 这是 自己设计了一个游戏原画 刘亮 这个你有发安全 看起来还是很符合 现在的这个 目前所看到的网游的这种设计 但是没有太多的创新 明白 所以你今天要找的工作 主要是 第一意义 是 插图 游戏原画 你除了游戏原画 而插也些可以 就是找这插图相关的 插图相关的 第二是广告设计 然后是书籍设计 来各位提问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游戏原画呢 这个其实理解 很多人是理解的 不是很通分这个名词的 游戏原画是指将游戏设计者 提出的思想 是指 就是画出来一个原型 然后整个美术团队 要依照这个原型 去做后期的开发美术工作 他其实是 整个游戏的一个 定道子的人 定下来一个大调子 那你觉得 你要胜任这个工作 你有什么样之前的积累 让你可以做好这个 为整个游戏团队 来定这个原画的基调 我的能力 首先我自己 能掌握很多的风格 我自己的风格 各种样的风格 我都能掌握的 都能画的 第二点就是 我看过很多的书 如何去定服饰 整体的应该是 什么样的方向走 我能大概知道一些 而且我写过小说 我闹子里会有很多的 就是那种奇思的妙想 这些其实是我自己做的头脑风暴 我觉得我想的东西会比别人要多一些 要开一些 刚刚看了你这些插图 我其实我是门外汉 但是我 我个人感觉你的这些插图 我没有感觉到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格 你很忠于自我 但是我觉得你马上毕业了 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你要择业 你要养活自己 那除了如果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觉得 你这个风格是所谓的风格 不采纳你这个风格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第二个选择 好 不采纳的话也没关系 不采纳的话 因为我自己想找一个 就是我知道个性与商业之间 必然有一个切合点 我会努力的寻找这个切合点 没有市场的作品 根本就不会有它存在的价值 你给自己一个时间段吗 多长时间你找不到 你会放弃 然后务实 不会放弃 因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都是找到他的平衡的 一个没有自己个性的作品 必然也不会感动人的 来直接 我那里有一些职业策划师 专门在那里做你这个职业 我产生用一个案例来试试 你的创意思维 就是我有两款产品 一个是三星手机 一个是苹果手机 我需要你用这两个产品 你的构思 构出那个插画图 三星打败苹果 你要做一个小的构思 三星打败苹果是吗 用画面来表现 很短一点就行了 老杜 这个问题太难了 我觉得要回答你 不难得了解两款手机 不自面理解 你像我 你要这题目出给我 三星那手机不是大吗 不是要打败苹果吗 就一个苹果 啪 这不就打败苹果了吗 可能是三星的坏 这是很好的一种参业 就是我把三星手机 那个小吗 那个大吗 对 然后一 而且为了选择打败的过程 特别牛 对啊 这是很好的参业 这非常牛 就是我要做三星 和打败苹果的话 我会选择两种 一种是 就是用动画的形式 因为我觉得动画 能给人很亲切的感觉 深入人心 而且我喜欢用拳击赛 因为是一种博弈的感觉 好的 来 一会再接着聊 先是第一印象 金玉的第一印象 其实金玉还挺感性的 而且挺自我的 这是优点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 这是优点 但是作为职场来说 这可能是缺点 中间能不能调和 怎么调和是你们的事 去或者留 选择 慕颜离开 跟向荣离开 不错 还是有十位留了下来 天生我有来 来 你当时复的那个头板头条 是你一个人 还是你是从属一个 下面一个从属 我们是一个组 一个团体 就是每个人负责其中的一块 你具体负责什么 就是说他给我几份稿 我把这几份稿都做完就对了 你站在一个自我角度 艺术家的角度 进到一个商业环境 我们希望的是 你的才华给企业带来什么 这很现实 就给企业带来什么 包括就让你做头板头条 你的思考点 你的思考点一定是 怎么样我的设计的这个字 标题或者图案 能带来大家的吸引力 你的思考点是 你的思考点是切入点 网站 是吧 去做网站的美编 那作为网站的美编 它不光是你说 哎呦真美 五八同城不美 哇 丑死 铺天盖地 哇 那瞎我那难看 但是它有效 它这种铺天盖地 作为生活服务信息的网站 它有效 它不是为了美 它是为了有效 假如你说 我们企业招一个启宣 那么一个陈奇的网站 这个 你用启宣的模式 你怎么去展现它的平面 给广大的 这个公众 就是说 我是想把五八同城 当作一个礼物 然后打开礼物盒 铺天盖地 掉的都是一堆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那种 非常好的创意 非常好的创意 我知道现在 对于金玉 这样的求职者来说 你们选择有点难 难在哪里 因为金玉的想法很灵动 我这么说 你不介意吧 没事 好听了叫灵动 你直接说天马行空吧 天马行空是比好 比那个灵动还好听 不好听了呢 就是东一角西一角 高一角低一角 深一角浅一角 你们要捕捉它身上的亮点 想是否能为企业所用 是位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金玉的手里 来 选 现在还有 一二三四四位留了下来 我们听一下刘亮 刘亮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离开了 因为我觉得他表 他其实并不理解 什么是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是将 就是可能说一个商品的生产方 生产出来的商品呢 就是把它的优点啊 什么传达给一个消费者 这个中间 你要抓住一些消费者心里面想的 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观点出发去设计 刘亮因为你刚才 所以对于你来说 他最想笨的那个职位是 游戏的原话 原话他是不符合 基本上他的原话理解 也是不符合原话的要求 原话是不是对于一个游戏来说 是一个超重要的职位 对他是相当于整个游戏里面 像电影中总导演一样 那这个人相当 我们认为至少应该有上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了 明白了 现在四家企业留下来 他们没有纯粹的什么书籍出版 包括画插画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一定是让你来考虑 企业的起宣 摆边设计这方面的工作 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好吗 建议院 来 陪生集团 我们这边的市场助理 那主要是负责我们这边网站 以及相关宣传品的一些设计工作 来 这是股客医院 专门的专业股客医院 来 袁凯 大为作为初级设计师设计 作为平面设计进来 也是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 也是平面设计 企业的平面设计的职位 来 华语传媒 再见 我看到了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一个优点 就是你竟然是用弗洛伊德的这种哲学思维来考虑你的插画 这是我比较吃惊的一件事 所以我比较看好你这个将来 我给你职位是专业插画师 外加我们公司的那个设计总监助理 设计总监助理 加堂画师 加堂画师 怎么了刘家佑 没有我今天觉得今天老杜已经不靠谱 听到他用那个弗洛伊德来去构思他的画 你看到他画里面甚至于上面一个结构里面 有比加索的那个结构 你又在这个佛摩之间找到了哪一点来打动了 哇总监 你看他还没毕业 就有这样的一个厚度和思维 他如果在社会呆了五年 用弗洛伊德的思维 用弗洛摩的思维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他还没出来 让这个老杜给我们讲一讲弗洛伊德的思维 谢谢 为了今天晚上我们能睡得踏实 就不用讲了 我们不用经常解析自己的梦 来 现在私家企业 思考一下走上前去灭掉其中的两盏灯 嗯 哇 非常谢谢您 非常谢谢您 好 不好意思 我忘记思考了 对不起 什么 我忘记思考那十五分钟了 抱歉 没有 没有 不客气 没有十五分钟的思考时间 没关系 只要最后达到了目的就可以了 上刚 我以为 没事 不客气 我以为他走过来要打我 所以我非常 来 金玉 我非常高兴 你没有打我 金玉你平时走路也不动手吗 嗯 不动手 放松一些 我以为你是因为紧张 平时走路 走路不动手 我心里非常忐忑 因为到我这边就开始动手 而且他有个细节 那个小小姑娘 你拿左手跟别人握手 那个细节 刚才你跟那个 你是不是用左手 左手握手 很奇怪 我握手很正常 这个事由那个周老师来负责说一下 关于哪个手握手的事 当然握手是右手正确 但刚刚为什么变成左手 他自己心里不太清楚 主要原因是他想拿左手去灭灯 结果我们可爱的老板 伸出了手 跟他去握手 就变成两个人拉拉手 谢谢周老师 还是我的错 还是我的错 谢谢 还是我的错 就是你的错 要是热白减 我握错了 两家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庄总 您给我的就是薪金 大概是多少 我们给的薪金是四千 谢谢 那杜总 那个薪金大概是 比他高五百四千五 谢谢你 还有问题吧 没有了 谢谢 今天现在不紧张了吗 我一直都没有紧张了 是我紧张 思考一下 或者不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新航道 还是华语传媒 还是谢谢再见 华语传媒 应聘成功的女士 将获得单身集团提供的 水密码 骨水不呼吕文费 应聘成功者 先有机会 获得由中国梦梦兹兰提供的 职场新生涯梦想肢力基金 恭喜恭喜啊 太高兴了 当时上海罗斯月替代 就是360 还有华语传媒 当时就想就这两个 特别不觉得 太高兴了 赵刚老师 我非常喜欢这个姑娘 我觉得是见过最可爱的一个姑娘 我作为个人也挺喜欢的 但是作为主持人 是有点害怕 就是他的情绪起伏忒大 你看刚才 当他毫无 就是来思考一下 上去灭两盏灯 来 都去了 面无表情 然后心情也是很沮丧 你的选择是 华语传媒 一给手势 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想说 这跑不了 哎呀 对就特别害怕 特别怕 他一开始要是把状态就出来了 可能今天有很多人会抢他 今天状态前面都不对 后面状态开始出来 后面也不对 后面是他 那个谁子见 就是人生啊 不能这样 就是人生一般都在 咱们都在中间那条道上 就一个人要是老是那个两头窜 也受不了 也受不了 也没关系 其实 我们得多接纳点 下一位 听慕言的 下一位 我算半张白纸 那么在国外的工作经验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优势 现在对起步的工资 要求也不高 因为我觉得 发展还比较重要 段成章 26岁 荷兰路德丹商学院物流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段成章 今年26岁 来自北京 我毕业于荷兰路德丹商学院 学的专业是物流管理 我今天来到这 想求职的方向是物流管理 或者是工业量管理相关的职位 谢谢大家 少黄老师好 欢迎评刁 为什么要找和物流有关的工作呢 因为 第一 我的专业是这个 我希望我学的东西 不要去浪费 因为我毕竟付出了 我的时间和精力 学习这个东西 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这平台 前段时间来了一个小墙 也是搞物流的 然后特别执拗 是 就是因为以前在首都机场 做了八年的物流 所以找工作就找物流 你呢 我出国其实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 第一 我是很喜欢工业链这个概念 因为我当初特别想去一家企业 它叫沃尔玛 所以呢 我觉得它好 就因为好在 沃尔玛的成功取决于 它的物流和工业链的系统的成功 然后我就去面试了 然后呢 这个面试的我的人 他就说你一个学国际贸易的 而且是一个非知名大专毕业的学生 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你不能来这个公司 或者我们公司没有这个空缺 那我就想 因为我这人也挺拧的嘛 然后我就想 你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那你说出来我有这个问题 我肯定是有这个问题 那好 那我决心我出国去 你是为了跟沃尔玛较劲 然后出国的出的国 那你回来之后 有没有去沃尔玛投过 走之前 我给他们中国去的总裁写了一封信 他总裁亲自回的电话 我觉得 他怎么总裁怎么说 我相信你也是有报复的 所以希望你再补充补充 然后我们随时欢迎你 然后我回来之前 我给他们中国去的总裁 也写了一封信 就说我回来了 我说我该学的学完了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机会 但是他没理我 然后呢 后来我就觉得 那既然关上了一扇门 那我何必不给自己打开12扇门 我首选肯定是还是坚持跟物流供应链相关的这个工作 但是其他的呢 如果觉得我的性格和我的能力能够达得到的话 各位老板如果觉得有合适的我也会考虑 那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如此清晰的目标 并且能够为之不懈的奋斗 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认真跟执着的这个品质 是他非常大的优势 你现在英语水平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还行吧 因为工作过 所以交流 沟通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当时工作的时候手下有三个人 都是外国人 他有一个这个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他写的是重效率不重时间 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 这个效率跟时间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想听你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重效率不重时间 你要慎重回答这个问题小段 我明白 因为这不是你的理解 这是中国人的理解 告诉他 压力太大了 你把他下手了 你的理解 我的理解 其实这句话也是来自于 我在荷兰工作的这段时间 因为在那个公司 其实在那边的人不太善于加班 他只是在从早晨八点半一直上班 就是满负荷的工作 但是五点以后完全是自己的时间 并没有说耽误了这个企业的效益 还是什么 多好的求职者 其实他说重效率轻时间 就换算成这样一句话 不喜欢加班 但是你看人家的表述 好好好 时间的原因 第一印象很清晰了 小段 你其实算是老实孩子 就通过交流 你就会发现 他掌握什么之后 属于有多少说多少的 典型的有多少说多少的 最擅长的是物流 心里有一个沃尔瓦的梦 实事求是的讲 对吧 实事求是 12位 去或者留 选择 流量 降游 装 麒麟 不解 好 现在是一半对一半 天生我有才 来 听听周老师的提示 我觉得我从头看你 我都觉得你特别严肃 然后你说你喜欢这个物流行业 那今天啊 站在这个台上 我们这边没有物流行业 有 有 有 企业有相当大的物流 有 有相当大的物流 假如说他没选你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咱们这样说 就这周老师这个问题 有一个搞对象的网站 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实事求是 真心话不考虑 好的 福登集团 他们有物流 在考虑范围内吗 在 在陪生教育集团 教育培训 陪生知道吗 我知道 这个我要跟你稍稍的沟通一下 就说其实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供应链 华为你别敏感 我呢就是问完沐言之后 我怎么也得问一下其他的企业吧 是吧 我不能只问了一个沐言 说这去不去 他说不去 好嘞 谢谢 这样写的就是说别不礼貌 意图太明显 好 来 各位 能力 工作中难忘的是写过 为公司改进过供应链 对 对吧 方案得到应用 你能简单描述一下 你提供了一个怎么样的方案吗 他那个仓库和这个货物的进出 其实管理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他那最严重的一次是 我们盘库 盘库之后发现 近半年吧 损失了6000欧的货 你的方案是什么 第一给他的每一个货物编号 然后把他的号和货物量 全存入到电脑的系统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出货就知道货从哪出货多少 进展机管理 第二个就是进来的物流那一块 他管得很混乱 我帮他们梳理了一下这个流程 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好 你刚才描述的这两个这两项工作 都是一个物流公司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工作 这个并不简单是体现出你多大的负价值 我只能说上一家公司 这个管理很混乱 产品产品加编号 对吧 入托 这都最基本的一些要素 你刚才说的那些内容证明 你具有了做物流的基本的理论体系 基本的运作方法 来华人 你是更倾向于做一个这种实体的 一个具体的货物 实体的货物 这方面的供应链管理工作 还是说也倾向于在 比如说现在服务业等等 是吧 或者虚拟这种服务业行业 我更相向于实体 更相向于实体 这个问题其实以前节目问过很多选手 你自己是有梦想的一个企业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录用你了 那个总裁一看电视 给你打电话 小段真对不起啊 赶紧来 我们决定录用你 没问题 你怎么选择 那肯定跟你谢谢再见咯 不是 这时候他已经答应一个企业了 而且已经入职了 这么说吧 这个如果沃尔玛给我打电话 说段让你来吧 我不去 为什么 我所喜欢的是这个行业 而不是我对这个企业和老板的盲目崇拜 明白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去了一家物流供链的公司 你能具体做什么 如果我能去一家实体的企业 比如说贸易企业或者生产型的企业 我可以帮他做库存的管理 甚至是帮他进行 比如采购的分析 采购量的分析 还有订单管理这一块 因为我也做过 跟客户沟通也没什么问题 好的 现在场上因为是一半对一半 还有六位留下来 到了大家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小段的手里 六位选择 任命 走得好 知道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吗 因为可能适合的留下了 然后不适合的就走了 其实你在心里面是一个 对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是有规划 蛮笃定的 因为也不小了 对 二十六吗 就女朋友了吗 没有 那是不小了 这不是现在该考虑的事 都二十六了还不考虑 小段我觉得男人四十岁以后结婚比较好 好 因为圣女太多了 留到四十岁之后给我们的圣女很多机会 回去吧 回到黑暗里老老实待着 现在有一家企业留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加油 福能集团先说一下职位 职位还是物流专员 物流专员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在北京或者苏州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啊 那个物流专员他的基本工作职责 我想了解一下 他有两块 一个是涉及到国际贸易端 然后你的职责是从中国组织货源 从工厂端 然后一直运到我们指令的仓库 然后做这个整体的供应链分析 然后做成本核算 包括报官这一系列 报官有专门的报官公司 做这一个系列 那么我们现在风筒集团在做中国 像做这个C类 这个产品 民用 民用这块 那么很有可能是要真正做点供应链分析 基本这两类 好的 请问您那边能提供我的工资是多少 你在北京的话我给你4500 在苏州4000 这是刚入职时候的基础工资 当你展现出你的能力之后 我会给你个提升 因为坦率讲到目前 就是你刚才谈那个物流的供应链的提升 坦率讲我还没有太看到太深 明白 就是因为还是你在讲的东西就比较浅 是是是 行我 没有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我其实想问 其他还有什么 比如说补助之类的 但一想也没必要问 有必要问 那就问一下 不是你期望什么补助 不是 躲开 笨死了 我们是北京人 是吧 是 北京我们有地儿住 如果要去苏州工作有管住吗 公司会提供一些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大概能有多少呢 这个级别应该是在四五百块钱左右吧 笨死 谢谢您 不是你问呀 你老瞎谢我干嘛 还有没有问题 没了 真没了 真没了 中午管饭吗 我负责找对象 负责找对象 还负责任 我们刘总的公司 全是美女 安静 各位 好了吧 好了 思考一下 小段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福东集团的这份工作 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 我接受 应聘成功的男士将获得单资集团提供的单资差能量 男士顾服领和一份 应聘成功者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梦梦次来提供的职场新生涯梦想资金 心事满意吗 满意 行业呢 因为它是刚开始的心事 所以我相信 如果一段时间我可能和这名字一共持起来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理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十块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特约 不用单位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在上面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本栏目由补水专家水密码赞助播出 补水就是水密码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可以登陆前程无忧的首页 或者下载前程无忧的手机客户端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中国酒魂粉酒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非理莫属的官方网站已经正式上线 上面有很多独家的精彩视频 希望您能够分享 移动联动电信户都可以编辑 A7加留言或者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5-577 我们推出了有意思的一个互动方式 如果想试一试 可以登陆m.cruin.com 或者发短信 非理莫属到9513-186下载 酷云TV客户端免费互动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理莫属 下一位 我觉得小时候是 我离不开家里 但我觉得现在长大 我觉得是父母离不开我们了 所以我觉得 还是在父母身边 就是多照顾他们一些 我任何行业都可以选择 我想管理培训生 是我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老板们不能给我提供这个职位的话 我可以从就是最基层做起 安宏阳 23岁 重庆师范大学 社外商贸学院 国际经贸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安宏阳 今年23岁 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 社外商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 毕业之后一年多从事海运操作的工作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想寻找一份有关国贸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管理培训生 助理一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小安 谢谢 你是属于 上学期间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乖巧的同学 对 我一直都是 是哪年毕业的 我是去年 一年毕业的 2011年毕业 2011年毕业 干这个叫什么 海运操作 海运操作是干嘛呢 其实它就是属于就是货带物流 它是为进出口公司服务的 做了两年呢 对对对 将近两年 对将近两年 为什么不想做了呢 不是不想做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想去沈阳 我现在在大连工作 为什么想去沈阳呢 因为一些事情可能是 因为什么事啊 我比如说我遇到过 遇到过一个抢劫犯 在大连租房子的时候 遇到的 我在大连就是租了一个粮食的 我自己住一个房间 我先把另一个房间租出去 之后就在网上挂消息 当时就有一个男的打电话 他说他替他朋友看房 然后呢 是白天看房 然后就约了第二天早上 其实是我姐在家 跟我在一起 然后她在我的房间里 那个人以为就有一个人 之后就说了一些房子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对 我就说 我说我不想租了 我说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拿出一把刀 我就喊 我说救命啊 就是我姐就从那个房间里 赶紧出来了 然后我就喊 我就说你快去报警 快去报警 然后那个男的就是听要报警 他就说别报警 不要紧 我走 那男的就走了 看了一个善良的抢劫犯了 哇你们还能这么聊天呢 是吧 所以最后相当于是 你把抢的那个人吓坏了 因为你像一个仙女一样 本来这屋没人 你说救命啊 不是一活人就出来了 也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吧 家里面对我极度的担心 正好我姐的工作呢 比较稳定 就是可能会定在沈阳 这样的话就想让我跟我姐在一起 所以今天你还要找到的是一份沈阳的工作 对是这样的 那就我就想问 那你接下来假如你在选择工作 因为我们在沈阳或者都没有港啊 假如我们在北京苏州给你站岗位 你会接受吗 我应该不会接受 你只接受沈阳港 对 假如是这样 今天就找沈阳的工作 对 那如果和物流没关系呢 和海运没关系呢 我既然就是跳出来了 那么也可以 我想问问看你 你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员工 老是等着老板给你下指令 顺利完成这些指令呢 还是你是可以自己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 然后可以独立完成很多的事情 甚至可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 就是正好也巧了 我在临走的这一个星期吧 刚好就是我们的就是算我们的操作主管吧 他怀孕就是有小孩了 然后身体不太好 正好临时带了一下 就是他的所有的一些工作 然后做的 反正是领导评价非常满意 就是特别特别不想让我走 小安我有个问题 因为你简历里写就是 工作中最难忘的是 是你和那个同事卖废报纸 对对对 然后其乐融融的 我觉得这不应该难忘 因为你这个状态应该天天其乐融融的 那种废美 就是大家一起收拾 一起整理的那种气氛非常好 但凡一种快乐 一点快乐 小安都能 特别快乐 对对对 这样 咱们这么说 你想没想过 不做海运了 去哪个行业 你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以前 看过 我最想去的是咖啡之意 咖啡之意 沈阳没电 对 我知道沈阳没有电 但是我知道 就是有一期 那个银总说了 他会开发东北市场的 然后之前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培训 但是我就一直在期待 我估计他父母觉得到尹峰那儿 他比较放心 比较放心 是 然后尹峰就是大家长式的那种 然后有好多大 你说到木银那里你不放心吗 其实到百合王也很好的 我们有沈阳办事处 而且你知道百合的企业文化 就是大家特别其乐融融 特别欢乐 我给你帮个料 说真的 那个叫刘外普的 去了我们公司转一圈以后 他就当时感动的要哭了 他就说这个情话 他从来没见过的 你们沈阳真的有点吗 有办事处 你有没有想过 咖啡之一今天没来吗 除了这个 你还想过其他的行业吗 我确实想过百合王 想过百合王 那我最后 第一轮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心惊大概的期待值是 三千吧 哎呀 你真乖巧 来十二位 去或者留 选择 沈阳啊 要在准备 来 洪文离开 要必须要在沈阳 啊 来 刘外离开了 四位离开了 沈阳啊 沈阳 谢谢大家 至少有五个人在打酱油 很多人在打酱油 天生我有财 周老师 你好 周老师 你好 小安 你的笑容特别好 呃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类型 而且呃 我觉得你很有耐心 不管老板们问什么 你都这样子给他们谈得很清楚 今天不管百合也好 咖啡之一也好 我觉得你可以做幼儿的教育 培训的推广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是 当然是 我觉得他要遵守他的这个职业数据 因为学位国际贸易 又在物流做过 其实他很适合我们 人家说了 他他现在可以改行 不 他他应该这个职业数据非常好 但是他要工作地点在沈阳 你有沈阳的地方 他在沈阳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姐姐在 我可以把他姐姐一起找过去吗 很多师傅笑容的力量非常的神奇 老板们其实并没有去考察他的工作能力 都是集中在他的个性啊 他的笑容啊 他的生活啊 并且都已经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要多微笑 加油说话要算数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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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流量的存在 经常在刺痛你 但是但是你不能因为有流量 然后让你连方寸都乱了吗 你不是一个阴人涉岗的人 你不是个乱招人的人 你不是因为一个求职者在这找工作 你喜欢他就把他姐姐招走的人 不是 一个姐姐怎么能去招一个 连面都没见过的一个人呢 这可笑 连名字都不知道 对 这有点不靠谱 我会介绍 我是帮介绍 但我觉得这女孩 她因为她的职业数 你为了招她 你连职业中介都得干啊 包括的背景都特别好 加油 真的 为了招个人不至于自己 都去干职业中介了 真的 她合适 她合适物流 小安小安 而且她现在呢 她没有拔出来 在过去的 就是她那个阴影中 其实我倒觉得 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职业素养 应该是非常好 应该像更广阔的天空 尤其我认为 她的基本素质很好 到目前展现的基本素质很好 是的 所以我希望是给她 一个更广阔的天空 不然我觉得 你还这么其道融融 你真去运货 没什么 稍等周老师说 小安 其实我觉得 你的特色跟优点 就是你原本的风格 在这个过程中 别人说什么 你可以借鉴 但是你自己的风格 不要丢了就可以了 OK 好 谢谢周老师的提示 小安 我突然好奇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玩游戏吧 电子游戏 网络游戏 不玩 正经人家的孩子 正经人家的孩子都不玩游戏 真的 来 我想问你在大学期间 你参加大学的社团 你在里边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没有 来 大学社团 大学社团确实没有参加 我就是参加过学生会 也行 学生会什么部门 是那个纪检部门 纪检 这是非常好的 学生会 还有纪检部门 对 插庆 然后插晚归 这些 插伪 插纪旅 是吧 如果你发现有的同学伪记了 怎么办呢 你会处罚了 我是你师哥 张师哥 咱俩一个戏的 你发现我违纪了 老是晚上很晚回来 被你们抓着 这已经是第三回了 张超郎同学 我真是不好意思说 您怎么又晚归了呢 这次还有什么理由呀 没事不是什么理由 师妹 就这样 别这样为难我了 我上一次两次都瞒报你 我们组长都发现了 这次的话 你们组长怎么会发现 他是听别人说的 谁说的 我估计是你身边的同学吧 你肯定不是你是吧 肯定不是我 我肯定没说 我回去负责我身边同学的事 你不说就没事 好吗 好吗 你不是为难我 你出去干什么呀 告诉我一下吧 男人的事 女孩不一定都方便知道吗 就不交女朋友了吗 你这样不让我为难吗 你这样吧 你下次的话 我要是有那个 要是有要查的话 我告诉你一声 你就回来吧 行吗 我觉得你刚才的表现 虽然现场的这个 双方都很满意可能 但是呢 你其实最终 第一个是 你可能卖了人情了 把这个原则放掉了 把人情卖给张老师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能因此会说 我别人出卖你了 别人出卖你不是我出卖的 把矛盾推向了别人 所以说你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好 最起码这种场景如果出现在真实生活里 下次只要是他给我发短信 说今天晚上我查 我发誓 我肯定今天晚上早早早回去 我的一个建议 他不是卖萌 他是真萌 而且萌的有杀伤力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当你30岁以后 你的萌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需要的一个技能支撑 这一块你不是在用技能 还是在真的用你的萌 你的可爱在支撑 好谢谢 就是说接下来 以后在工作的时候 技能支持要确实挺多的 但是你别说小安同学 小安同学23岁 23岁 萌一点 而且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这样 你说他说了吗 你保护我一下 没有 但是谁站在旁边就想保护 哎呀 这种气质实在是 来 小安你能出差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出差 你们在沈阳有点吗 胡姐 沈阳没有点 但是我实际上是想在北区 中国的北区 然后开发一下我们那个市场 特别是瑞士小区市场 然后小安的话呢 我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SOHO 但是你要经常出差 然后经常回上海来汇报 但我觉得这不靠谱 他父母连他到别的城市都不放心 对在家里是更安全的 出差 出差我跟你说风险率是更高的 不过这几位还是蛮吸引人的 好 来现在啊 七位 八位在场上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到了小安手里 小安是近期罕见的 不说什么话 就传递正能量的 八位 续或者留 选择 光离开 月明离开 吉林离开 看到了吗 周老师 这有宁的吧 是吧 对 我们就听听宁人们给提供的工作岗位 然后您再给建议 好吗 百合网 沐岩先生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百合网的 沈阳办事处的市场专员 是干嘛的 媒体关系 然后公关可以写岗 好 知道了 你们那块有多少人啊 现在是四个人 还是处嘛 那个 那个 其乐融融 胡杨还有姐姐 加上就六个人 好的 就是发展潜力很大吧 目标能最后 最大规模的时候 能有十个人 不是 明年的计划是二十五个人 二十五个人 他是第五个人 如果他去的话 他是第五个人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红粮服务中心 因为你年龄太小了 你给你再长几岁 红粮服务中心 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没事 我们不打算一辈子 拴死在你们企业 好吗 来 福灯集团 这个小岸 我觉得我是这里边 唯一一个跟你专业对口 而且呢 是你的 基本上诉求的对口的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还是物流专员 物流专员 工作地点是在苏州 刚才还招了一个小段 海外回来 小伙子跟他特匹配 学长好 刘家勇 学长好 来 向荣 营科律所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就是这个我们 沈阳分所 市场部 客户管理部 你是做这个客户管理 来 物流专员 这个职位是 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那么你 管理培训生结束以后呢 会成为一位 合格的培训师 来让我们听一下 酒店管理商学院 你呢 我是希望放在北区 作为我们在北区这一块的招生助理 从助理开始 现在北区已经有招生的负责人了 是吧 北区的话 现在我已经开始在招募招生的负责人了 明白了 对的 然后呢 想让我觉得你凭你的那个 现在经验可能还没有办法 作为招生主任这一职 但是我觉得招生助理开始做慢慢的 我觉得你有 你有非常有前途 好的 现在小安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三盏灯 好 莫爱马加油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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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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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杰再见 别老戴有色眼镜看人 别老说我们又乖又毛 事实证明 我们完全听得明白建议 小安真的做到了 很认真地听每一个老板 在内容行业上的描述 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 谈前不上感情 来吧 你好 邓总 您这边的薪资是 我这边薪资是在试用期是2500块钱 然后转账是3000块钱 当然转账以后是有奖金的 奖金不包括在这边 好 谢谢 我给你这边的薪资是3200美元 3200 谢谢 管住 有住房的一次性补贴 会帮助安排住宿 来吧 两架选择 现在不紧张了吧 不紧张了 今天还愉快吗 愉快 愉快 好嘞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福东集团 还是58同城 还是谢谢 再见 我选择58同城 应聘成功的女士将获得单资集团提供的水币码 毒水护肤礼合一份 应聘成功者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梦梦出栏提供的职场新生涯梦想助理基金 为什么最后在58同城跟福东之间选择了58 还是同意的 对 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 从沈阳把我们请回来 一定得交答卷 没问题 希望这张答卷能够交的特别漂亮 我觉得小安有非常好的一点 她有非常清楚的判断力 希望 希望她的这个判断能够在你们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共同努力要完成的任务 本栏目由补水专家水密码赞助播出 乐巴鼠片飞里莫属 感谢各位 下次见